愛子米淇淋的APP裡面有包含了好團隊、好餐廳、好方便這三個選項 然後比如說我們現在點進去好餐廳裡面 它裡面有分到依據身心障礙不同的障別分為有三類型 還有餐廳不同的類型 以捷運路線可以做分類 然後以我們點有三類型下去看 我們有分成下面這幾種 愛子米淇淋它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是由身心障礙朋友親自到餐廳的用餐環境去調查去了解 到底符不符合這個無障礙的友善的環境 可是呢愛的米淇淋設計起來並不是只有單純的服務身心障礙的朋友 比方說像是組著拐杖的老年人 推著嬰兒車的家庭 或者是懷孕的孕婦還是因為受傷而行動不方便的朋友們 愛的米淇淋它就是服務這麼多類的社會的大眾 因為我們發現當我們製作出這支APP之後 打電話來感謝我們的除了身心障礙朋友之外 最多的竟然是很多人告訴我們 謝謝你 從現在開始我們帶阿公阿媽出去吃飯 可以不用煩惱 基本上就是我是一個自由萎縮 然後其實表面上看起來是坐輪椅嘛 然後可是問題就是 我的手部分的功能 手的功能跟腳的功能 其實都是沒有那個 沒有力氣的功能 所以就是 變成說有時候為什麼 我會想要跟那個服務人員主動說 我想要那個切塊的服務 就是因為我沒有那個力氣去切 所以 就藉著這樣的那個跟服務人員 說出自己的需求之後 我就了解說 其實 餐廳還是蠻友善的 只要你願意說出你自己的需求 然後就會 他們就會盡量地提出你那個 不方便 這個特派員他們會提出一些小小的建議 比如說能不能夠在服務的品質上 或者是服務人員的訓練上 多去關心一下 這個身心障礙 或者是不方便朋友們的需求 我舉個例子 比方說 我們看到 中間的結帳柜台可能會太高 但是 只要是經過訓練的這個同仁 他們就可以了解到 那沒關係啊 我走出來幫大家結帳就好啦 所以 我們就是希望透過愛的米其林 去營造一個很友善的環境